同学来看到1-1 数列及其极限 我们先来观察这一群点点点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形成这个数列的项会越来越接近0 那我们就称这个数列是一个收链 它的极限是0 刚开始讲得非常的粗糙 那渐渐的我们要来开始对它练习 先定义再做练习 在这一节我们要介绍数列的收链和极限的基本概念 并利用这些法则来判断数列是否是收链 最后我们再来用圆的内阶多边形 和圆的外阶正多边形的面积所成的数列 来求这个圆周率这个π 来数列 首先将一些数值依照某种次序排成一列叫数列 例如这样 那其中这个A1是它的首项 那DN项我们用AN表示也可以说是一般项 那我颜色稍作给它改变一下 好接着 常用的就是AN在画一个这一个符号来表示一个数列 那例如这个N平方所成的数列就这样子写 那N平方N介于1跟4之间就是N带1N带2N带3N带4去形成的这一个状况 那写这个前八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这些都小case 对不对 那第四项的话我们来做一个前八项 第四项的AN项是A2的0次方2的1次方到2的N减1次方 总共是由N项加起来的那都是由2的某一个次方来看 所以这一个2的0次方这个是第一项 2的0次方加2的1次方这个是第二项 2的0次方加2的1次方加2的平方这个是第三项 那你先猜猜看这三项有什么规律 第一项1第二项3第三项7 那我们如果敏诀一点可以猜 它第一项是2的1次方减1 那第二项 第二项这个是不是2的平方减1 这个是不是2的3次方减1 所以我们可以猜第N项是不是2的N次方减1 所以我们第四项来猜猜看 2的4次方减1 16减115 试试看 可以哦 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 第八项 第八项是2的几次方 2的8次方减1 依此来类推 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随堂练习 其实这里都是简单简单的 只是这一项你可以自己回家练练看 好 试着看看它有什么规律 那这个规律以前我们在第二侧就有讲过了 再来 例题2 这一个等差数列 这个用AN表示 首项公差 那DN项没问题 好 所以它是3N加4 等比数列 首项1公比 再来呢 DN项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写在这边 那平方的导数所成的就是N平方分之1嘛 共有10项 N从1到10 好 接着 这些我们不多赘述的 这一个地方 第几项开始 它的值会小于这么多个0 首先呢 我们先想想看 这两个DN项来比大小 是用这样子来看 这样子来看完之后 接着 我们要取的是2的负N字方 小于10的负7字方 也就是2的N字方大于10的7字方 那我们取LOG LOG完之后 是不是N会大于23点多 所以N至少24嘛 从24项开始 这个是我们高1下的 高1上的指对数的运用 好 接着 第N项 这个比较 N来比较 第这两个N项的大小 三分之一的N字方 跟1000 也就是说我们再算 前几项 它都没有比1000还要小 可是呢 它三分之一的N字方 后来会越来越小 我们要何时才开始会小于1000呢 我们一样三分之一的N字方小于1000分之一 那1000分之一的话 也就是说 3的N字方小于1000分之一 也就是3的N字方要大于1000 刚刚我念错 应该3的N字方分之一 那满足3的N字方 大于1000的话 N至少是7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知道 N大于等于7的时候 三分之一的N字方会小于1000分之一 那以此类推 这个就是要算3的N字方 大于10的8字方 那我们用 那个对数来算 就是N乘上log3 大于log10的8字方 也就是8 这样子去做 最后N会大于16点多 就N至少从17开始 那第三个题目 它就说N加100 和平方数 N平方所形成的 来试试看 那N加100 前几项都会比N平方 前几项还要大 但是呢 我们N的平方 这个速度 增加的速度会 超乎 这一个 的快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看 N平方何时会大于N加100 那我们这里N平方 大于N加10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N平方减 N大于100 这样子的话 N乘上N减1大于100 首先呢 你要处理这 这两个 其实不难 你就先想想看 100 100的话是几的平方 最接近 那100是不是10的平方 所以N先用10看看 10乘上10减1 90 90还没有到100 那N放11的话 11乘上 11减1 就等于110 就超过100 所以N最少最少是11 那接着来观察 这两个 N平方跟4N加1 你从这边看 第一个 1跟5 当然是1比较小 再来 4跟9 当然是比较小 9跟13 当然是9比较小 16跟17 当然是16比较小 好 我们到此为止 你会发现 前面虽然样子 是不是我们的N平方 都比较小 可是N平方 它冲的速度会慢慢快 而那一个4N加1 没有N平方快 所以到某 我们可以心中有一个底 到某一个N之后 某一个整数之后 带进去的话 N平方就绝对会超过它 当N带5进去 25跟21 就第一个超过 N平方开始第一次 超过4N加1 6 那以后就不用说了 所以呢 我们N大于等于5之后 前面的这一个项 上面的这一个项 才会比较大 所以呢 来比较两个数列一般大小的时候 通常我们采用数学归纳法验证 好 数学归纳法 N大于等于5的时候 N平方的一般项 会大于4N加1的一般项 我们只要证明 N大于等于5的话 N平方减4N加1 减4N加1 这个东西 要大于0就可以了 好 我们利用 这一个 当N等于5的时候 带进去 5的平方减 4乘以5 减1 会大于0 好 这个式子成立 假设 N等于K的时候 这个式子 也成立 K平方 减掉 括号的4K加1 4K加1 就是减4K 减1会大于0成立 为什么我要仔细的讲这一个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 很多都会建立在这一个 这一个的一个模式上面 当N等于K加1的时候 你看看 K加1的平方 这就是N平方 减掉4倍的 K加1 加1 就是减掉4N加1 那这个展开的话 是不是可以写成 K加1的平方 减掉 4倍的 K加1 再减1 好 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可以继续下去 这个 全部再给它展开 这一团会变成 K平方加2 K加1 减4K 减4 减1 好 接着你再来看 这里我们集结起来 就变 集结起来就是 K平方 减4K 减1 这个地方 是不是跟这里 运用到了 K平方减4K 减1 是不是一个大于0的 我们刚刚在 另这个N等于K的时候 这个大于0 那大于0的 再加上2K减3 其中K大于等于5的话 2K减3 是不是横正 所以这个正的 加这个正的话 是一个大于0的一个状况 那大于0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由数学归纳法知道 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也可以 N大于等于7的时候 那N平方会大于7N减3 可以用这样子 当N等于7的时候 令N等于K的时候 当N等于K加1的时候 给它也带进去 那第二个 两个数列的关系 那我们N大于等于2的时候 5的N次方会大于等于4的N次方 加3的N次方 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东西常常使用的一个直角三角形的边 5平等于4平加3平 对不对 那这个 可是 这边我们在正推广过去 N大于等于2的话 5的N次方会大于等于4的N次方 加3的N次方 也就是说 这两个相减会大于等于0 好 来试试看 当N等于2的时候 等于0 原始成立 令N等于K的时候 这个东西会成立 这个K是要比2大或等于2的时候 那再来 当N等于K加1的时候 当N等于K加1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开始要进入一个 厮杀了 5的N次方 减掉4的N次方 加上3的N次方 那我的5的 这个K加1次方 K加1就是N等于K加1的那个K加1 可不可以写成5的一次方 乘5的K次方 5的一次方乘5的K次方 那再来4 4的一次方乘4的K次方 3的一次方乘3的K次方 那这个东西 是会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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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东西 5乘上这样子 为什么要乘以这样子 要跟这一个我们假设的两个串联在一起 这个是不是大于等于0 可是你看看 5乘上5的K次方 这里有了 那减掉 5乘上4的K次方 可是这里只有4乘4的K次方而已 这里 其实用的太over了 这里 5乘上4的K次方 减掉5乘4的K次方 事实上这里只用掉 减4乘4的K次方 是不是还要加一个4的K次方 那再来呢 减掉5乘3的K次方 那这里只用掉 减掉3乘3的K次方 第N向 来先来 第N向大小的关系 来列前四项 N带1 N带2 N带3 N带4 N带1进去 这两个一字 N带2的时候 1加2分之1的N次方 会大于等于1加2分之N N带3的话 1加2分之1瓜2的3次方 会大于1加2分之1乘3 N带4也一直来推 所以我们可以猜测 对任意的正整数N 都会有这一个式子 都会有这一个式子 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我们的一个什么 二项式定理有 1加X 这个X如果是正的话 1加一个正的数字 括号的N次方 会等于1加上CN取1X 加CN取2X平方... 只要这个是一个正的话 这个式子永远都存在 因为它后面还有一连串 加上一连串正的东西嘛 所以它一定会大于等于1加2分之1的乘以N 那我们等一下还会 由此推另外一个东西 这其实先解释 这样完再做下面的这个例子 我们刚刚你看 刚刚我们的这个X是一个大于0的说法 现在 当P大于等于-1的时候 1加P的N次方 会大于等于1加NP 我们这里来试试看 当N等于1的时候 1加P的1次方 会等于1加1乘以P 这个OK 等一下这个条件很重要 等一下这个条件很重要 等一下这个条件会用的很重要 当N等于K的时候 这个东西成立的话 那我们假设这个成立的话 当N等于K加1的时候 1加P括号的K加1次方 是不是等于1加P乘上1加P整个的K次方 好 我们刚刚的假设成立的时候 1加P整个的K次方大于等于1加K乘P 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写成大于等于 这两个留着一样的 可是这个是不是大于等于1加KP 那1加KP跟1加P整个乘起来会等于 1乘上 1加上KP 再加上P 加上KP平方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样 那这样子再下来的话 你看看 这一个没问题 对不对 K加1乘上P 1这里也一致 那这个一定是正的嘛 因为P是一个大于等于-1的数字 那P平方一定正 那正的乘以K K是不是大于等于我们的一个 K是一个自然数嘛 P平方乘以一个自然数 一定也是一个大于等于0的数字 所以这个是指成立 所以由数学归纳法可以得正如此 那在我们这个立体物 所正的不等4 叫做白努力不等4 那N 当P大于0的时候 1加NP可以是任意大 那白努力这个不等4 说明1加P括号的N字方 可以任意大 这个念起来有点熬口 那我们现在再来 先在这边停一下 先在这边停一下 好 好 好